这些字迹都核对过了 我找了三个笔记专家 结果都是一样的 家人的院长普化 专业谦逊 低调朴实 为人正直 有他在 相信能帮新总不少吗 低调朴实 为人正直 对了 你让我查的我也查到了 普华订了一套豪华住宅 总加一千两百万 全款 好 继续找人盯着他 算了 我自己去吧 没问题 懂了 懂什么了 你不就是想跟那个敏慧 较量一下吗 他今天分明也在查那个普华 但是我相信 我的老板一定会赢 也不就是 我 我又猜错了 不 Else 各位 你们这一天 不说每一天 我不说来 你吃饭了 早就去等你吃饭了 早就去再说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服务员 衣服换大一把 好的 您好 给您换这个尺码的 试一下 你也是跟着铺花来的 出去 什么 要看我换衣服啊 你也在调查不划 你在怀疑什么 和你没关系 你是不是也在怀疑竞标的票数有问题 但是说不通啊 你不是都投给AGS了吗 你干嘛还质疑结果 谁告诉你我投了AGS 你投这么意思的 为什么 不用跟你解释 不好意思啊先生 稍等一下 这个 他弄的 找他赔 这怎么会是我 明明是你刚刚抱 明明是你自己弄的 你自己赔 我没钱 什么 我出门从来不带钱 现在谁还有嫌弃啊 不都手机支付吗 刚回国不太会用 行 就这款衬衫 这个款式 这个马术 每个颜色给我来一件 我要送给这个 弟弟 好的女士 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姐姐都会送给你的 女士 您稍等一下 稍微快点啊 谢谢啊 好的 我今天跟了普华一天 她先是去看了车 之后又去买了名牌万表 最后还给自己太太 买了钻石项链 这么多高额的东西 她应该负担不起 敏小姐和我说这些干嘛 你不也在跟她吗 你跟她肯定也是想知道 她到底有没有收官朝的钱 对吧 刚刚的电话你也听到了 一定就是林旭月打的 然后呢 星总 我们联手吧 你凭什么认为 你有资格和我联手 因为我投MIST一票 只是出于我的专业性 而不是代表我忘了你 几年前对我做的事情 真集中 我当然知道你这么做 是为了蓝鸟的利益 那你就更应该跟我合作了 这件事情又不是只关系到蓝鸟 也关系到百安和我的MIST的项目 这事对我非常重要 好啊 那就各拼本事吧 你了解林旭月吗 我跟林旭月是同一年 进入官朝实习的 我们俩一起当了同事两个多月 我对她非常了解 至于普华 在你来之前MIST的项目 我已经跟了大半年了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情况了 这也是蓝鸟第一次在槟城公开招标吧 你也不想出什么事情 影响到蓝鸟的声誉对吧 那既然我们的利益是相同的 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联手合作 一起尽快解决这件事情呢 好啊 合作可以 但是你得听我的 但我说了是合作 合作呢 当然是 谁说得对听谁的 买这么多衬衫 也没有一件适合我啊 老板 你新买的这些衬衫 我一会儿给你缩写啊 这件衬衫别动 放弃了 好 就是脏了吗这个 这是什么啊 口红 胡太太 我是敏慧 你好 你好 请坐 不好意思啊 让你久等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今天约您出来呢 就想随便跟你聊几句 主要呢想知道 浦院长他平时都喜欢些什么 老浦 平时喜欢什么 对 您应该也知道吧 我们跟家人医院 谈的MIST临床项目 稍后出了点问题 不好意思啊 我想你应该是找错人了 我们家老浦 平时工作上的事情 我从来都不过问他 没关系 您不要多想啊 因为平时 我们跟浦院长接触下来 也觉得他是个非常好的人 我们很尊敬他 快点 收拾一下 林小姐 是 请问二位喝点什么 两杯咖啡 好的 不好意思 我可以去个洗手间吗 你去吧 怎么 不喜欢这里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挺好的 我是刚想起公司还有点事没完整 我电话落在车上了 我去取一下 你随意 好 喂 喂 莆太太 敏慧跟你说什么了 你怎么知道 你先别管 敏慧跟你说什么了 你说敏慧也要找蒲园长帮忙 不对 这绝对不对 她肯定察觉出什么来了 莆太太 我提醒你啊 敏慧无论说什么都是在套你的话 尤其是我跟蒲园长的交易 你一个字都不能听 好 这个电话录音已经足以证明 林溪月向普华行贿了 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汇金的转账记录 便证据确凿了 这个我会交给公司的内审部门去查 应该不能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普华 普华 如果他愿意认错 主动离职的话我会批准 算是看在他为家人这么多年服务的分上 如果仍不知悔改 那就报警 那 至于观潮 招标结果作废 对 家人会终止一切和AGS的合作 但是 家人不和观潮合作 不代表会和你们百安合作 你什么意思啊 自面意思 我们之间短暂的合作结束了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是 反正我对MISTER有足够的信心 这一次 欢呼我等着你来找我 你为什么能把事情搞成这样 竟然这么轻易地就被人抓住了把柄 竟然这么轻易地就丢掉了和家人的合作 竟然这么轻易地就被那个信心的一脚踢开 而我们只能吃哑巴鬼 林歇远 你的脑子到底在干什么 你在想什么呀 启让 这次真的是因为敏慧太狡猾了 我真的没想到 她会和辛勤一起作局 骗我打那个电话 我当时看到敏慧和朴太太在一起 我就慌了 你没想到 一句你没想到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启让我知道错了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的 怎么弥补 你不是让我查敏慧和辛勤的关系吗 我查到了 你看 这些都是 这段时间他们俩经常见面 但当着外人的面 他们俩装作互不欣赏 辛勤在投票的时候 投的根本不是AGS 她从一开始就支持MIST 我们这次之所以会输 绝对是因为敏慧跟我带上辛勤了 你知道吗 敏慧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 你以为所有人都不合计 其实是是因为 但是 我以为所有人都不合计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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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 感谢观看